我是鄭鴻怡 嘿 和你最快來開講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轉世界 來 先來關心今天的高市 今天台北股市是跌了42點 今天收盤是15544點 15544 那麼今天跌幅是0.27% 今天新高量是1764億 那麼今天自行商賣超了26.8億 投信買超3.98億 外資是賣超54.7億 所以中工三大法人是賣超77.5億 這個台幣今天收盤是貶值了1.02角 今天收盤1塊美金 可以換30.238的台幣 那台北外賣市場的成交量是9.48億的美金 OTC今天也跌小跌了 跌了0.47% 跌了0.95% 收盤是199點 那麼今天成交量是579億 所以把集中市場加起來 也才差不多2300億 這個是在量最大的時候的 差不多四分之一而已 好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 這個台灣的疫情越來越 越來越 這個緩和了 今天我們 台灣確診人數是12397 12397 有54個人死亡 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就是10個月大的男婴 他都沒有注疫苗 那麼在發病以後5天 就過世了 那他呢 是因為有先天性腹部的疾病 還有發育磁緩 所以平常是我們身體更用的 絕對有幫助 最好不要去染到染性慢性病 那因為疫情已經快速下降了 所以呢 這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說 現在要重新修正 確診者的通報定義 說未來 如果你確診的話 本來是5加N天 一定要隔離5天 然後另外5天 是自主健康管理 未來叫做0加N 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 你如果是清正確診者 你全部不強制隔離了 那什麼時候推行呢 好 時間未定 但已經在討論了 好 你確診也不用隔離哦 好 好 那麼 另外呢 我們來看這個 因為歐物戰爭對台灣的前途影響很重大 好 那 美國陸軍的前歐洲司令部司令 好 他是個退役的中將叫做Ben Hodges 叫霍吉斯 他向德國之聲說 西方啊 應該提供戰機給烏克蘭 如此一來 就可以幫助烏克蘭 在一年之內 就拿下勝利 阿拉伯以現在的援助程度 恐怕 要無三年 無五年 才有可能打敗俄羅斯 所以戰績很重要 那這位霍吉斯啊 他曾經在2014年到2018年四五年的時間啊 擔任陸軍駐 美國陸軍駐歐洲司令部的司令 霍吉斯說啊 美國在歐戰爭上唯一的紅線 紅線就是你不要去打 就是美軍直接出兵地面部隊 那他強調呢 基辅必須拿回克里米亞半島 才算是真正的捍衛了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還有聯合國憲章 而且這個烏克蘭的港口啊 保有經過克里米亞通往亚述海的管道 至關重要 你如果是好好看地道 你就會發現 俄羅斯為什麼非打下克里米亞半島不可 因為可以說從那裡的進出 這個都必須經過克里米亞半島的南部 他是一個在黑海的控制咽喉的要塞 好 那麼今天是二月十三 還有十天 那麼俄乌戰爭就要滿一年了 烏克蘭一直說 俄羅斯要集結重新發動攻勢 霍吉斯說 確實俄國有這樣的企圖 但是俄軍沒有能力發動大規模的攻勢 他說俄軍沒有裝甲部隊 沒有突破的能力 而烏克蘭有足夠的能力來限制俄軍的成功 所以看起來 對烏克蘭來說是優利的 不過時間可能要曠日持久 如果西方不給有優勢的武器的話 那再講一次就是俄乌戰爭 會讓習近平要打台灣這個事情 那麼想的特別多 我想應該會有這個嚇阻的效果 這場戰爭對俄羅斯死傷慘重 說起來兩兵都死傷慘重 不過我相信俄羅斯死傷比較慘重 為什麼 因為侵略的一方 防守比較稍微容易一點 要攻擊是不容易的 那麼根據烏克蘭的數據 今年二月 俄羅斯軍隊每一天 在烏克蘭戰死的人數 高達824個人 嚇人嚇人 一天就是824的少年 這是俄國最重要的勝利軍 這樣希望 一天 真的是聽起來就讓人家覺得 又捨不得 又覺得恐怖 那麼 這個死亡一天824個俄軍 比俄國當時入侵烏克蘭 第一個禮拜的時候還要多 那英國是怎麼說的呢 英國說 數據沒有辦法查核 不過 烏克蘭的估計 其實是相對準確的 好 那麼 所以烏克蘭說 到現在 俄國死亡的軍隊有 137780個人 要14萬人 如果加上受傷的 那就多了 很多人受了重傷 比如說 兩腿必須截肢 這是還是悲劇一場 好 好 那麼 氣象專家吳德隆說 今天日會補 封面就會抵達了 接著 冷空氣就會南下了 而且 越暗越冷 越濕冷 高級 今天日是13 高級15 16 都偏冷 就是說 厚日 厚日會滿冷的 台北側站的低溫 可能會測到 攝氏只有12度 今天日會補開始 封面抵達 所以 北部 東部 轉為有雨的天氣 至於 強烈冷空氣 接下來就會 接著南下了 所以 氣溫骤降 暗時 更冷 不要忘記 一定要 注意 保暖 然後 明天在中島 明天在中島 以北 台北部 這個有局部雨 各地氣溫蓄降 中部以北 越晚越濕冷 那 今天拜 拜三拜是北 台灣很冷 那 這個 拜五的時候 十六號 天氣就會好轉 到時 西半部 都是晴蝕多元的天氣 雖然 氣象在北公 台北會燈到只有十二度 但是 平地的最低溫 會降到只有八度 八度真的有夠冷 你會覺得台灣特別冷是因為 台灣的濕度 很足 那 其他的國家 雖然那個一樣的溫度 但是他們就沒那麼冷 為什麼 因為那裡很乾 所以 你如果想看 你如果去山去浸到水 然後你去 風頭的地方 你去找看看 溫感冒 所以這種天氣 記得 注意保暖 然後 這個 現在主技術公佈說 我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幾% 2%多 好 好 很多人告訴我們 不準 怎麼準 買東西都幾桑桑 都去到去到 好 那確實 因為物價的調查 總共會查幾個百個項目 基本上會查368個項目 那368個項目包括 還有 粿 粿 粿 米 肉 還有什麼 家具 交通的費用 總之 其實有 這個 300多個項目 那 北線現在歡迎的就是什麼 比如說 三明治 還是漢堡 你如果吃早餐 西式的早點 起最多 起8%多 那吃胖呢 胖也起7%多 那吃燒餅飯糰呢 那也起差不多7% 五零粉起差不多6% 啊 買便當 便當 這個什麼 大概起差不多5% 那是煮麵呢 麵湯呢 這樣起差不多4%左右 所以有沒有比 所謂的CPI 漲比較多 有 我們的政府都說CPI 差不多2%多而已 但是 核心物價 其實還漲蠻多的 另外一個 漲得很多的是什麼 就是 去國外旅遊的團費 哇 現在三年沒出國了 大家報復性旅遊 幾乎過年都出國 最少今年過年出國很貴 幾乎幾乎幾乎 和住宿旅館 那 今年 旅館住宿費 也漲了27.5% 說實話 我是覺得台灣的這個 飯店 飯店的費用實在太高了 我 住過最少的是美國 美國一個很舒適 很好的飯店 也很清晰 差不多是8千塊 台票 日本 差不多的就要萬幾乎 台灣很奇怪 台灣就是很貴 台灣的旅館住宿費說 又漲了27.5% 漲很多 包括 這個什麼 鮭魚 鮭魚漲了23.6% 其實鮭魚用燻的蠻好吃的 鮭魚 沙拉油 這也給你去 所以 8千的感受和政府的統計真的是有落差 另外是 今天的新聞說 現在 國民黨要拚總統的人 現在不只要複雜 朱立倫也想要拚 郭台銘 郭台銘也想要拚 後面還有一個造造坑 按照今天的文章是說 朱立倫沒有打算 要把 侯友宜黃袍加深 黃袍加深的意思 就是以前 日宋條盡情 那麼 這個 這個造坑 那時候 大家開始要打天下 結果 這個 他當將軍的時候 你要叫他政變 他本來 他拿幾個便 說起來 要吃鮭魚 人總是要這樣 好像以前要當帝王 據說都要這麼演一次 大家 這個 推舉您來當皇帝 結果他就說 這怎麼可以呢 我何德何能呢 到最後呢 就真的 破了實在是有夠 這個 有夠接 而且呢 這個破的這個方法 越來越 這個讓他動心 譬如說 多少人連俗 連那個皇帝 一袍都幫你做好了啦 才有趙礦韻的黃袍加深 那 現在 郭民黨的意思是說 侯友宜你等你 郭民黨幫你黃袍加深 你腳踏好了 那麼 朱立倫也想選 朱立倫 那 現在 現在 要扭 胡友宜 他這個栽培 八年 副市長 我相信 他也 比較 瞧不起胡友宜 當過這個警官 好像啊 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 很會打擊犯罪 是人民的英雄 但是呢 他在廣派的訓練 說出來 付諸雀儒 都沒有 另外是 他對國際官說出來 也很激怒 所以他很需要再教育 他如果是這種公共議題 比較接觸的 對他來講 可能會蠻失分的 好 所以呢 朱立倫可能在卡他 好 那 國民黨的這個總統的角逐 等一下回來 繼續跟大家報告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博多轉世界》 我是鄭鴻儀 他剛才說到郭民眾 郭民眾的總統局 其實是比較複雜 民進黨相對非常單純 就是賴清德 那麼 郭民眾 現在 郭台銘 老實說 我的研判 郭台銘 應該是不會選 我判斷的 從何判斷出 因為 假定他真的去拿名 我覺得他可以被檢驗的地方 可能很多 那什麼人會把他檢驗得最厲害 我覺得不會是所謂的綠營 或者是自由時報 而是中國時報 你如果看中國時報 現在你翻郭台銘 你就知道說 他們倆的恩怨情仇有多親 沒有 真的郭台銘 撞得到蔡衍明嗎 蔡衍明用三輪 用整半的斟 現在是人家說他要選 就斟到這樣 好 別讓他說要選 還是真的拿名 不知道要斟到什麼程度 好 兩個人之間當然有一些 恩怨情仇心結 有什麼兩個人 都是台灣所謂的首富 曾經擔任過首富 都是兩千幾億的 都有蘇聯飛機的 好像感情的部分 也都比較豐富 好 好 那麼 所以 而且郭台銘的太太 真不希望郭台銘出來算 那 所以 我覺得 他在中國的利益 恐怕讓他也很難去做說明 這是郭台銘 那侯友宜呢 等著黃袍加深 我覺得 朱立倫 大概 不會這麼輕易讓給他 朱立倫 為了這個總統 為了他的政敵 担多久 穿多久 對吧 這樣這麼容易嗎 更何況 婚臨的議長 已經出來在挺朱立倫 今天是賓董的議長出來挺朱立倫 聽說未來 中華的議長也挺朱立倫 再加一個 途中的議長也挺朱立倫 不可能不記得 朱立倫的後面 有助傅昆期 傅昆期是以前的人 他現在 就像潜水艇 潜在水底下一樣 聽說和阿彌子 婚臨的阿彌子也挺朱立倫 所以 侯友宜的這個選總統的牌 恐怕不在自己手上 他變得很被動 所以 看起來我覺得 侯友宜跟朱立倫 比較可能 那朱立倫 可能會越來越往上走 為什麼 因為他要訪問美國 也要訪問日本 他現在派 副主席 夏立元去中國 所以他也不急 很急的是侯友宜 那接下來侯友宜 要怎麼轉身 華麗轉身 真的是還有好戲可看 那 我們來看 這個 有一個好消息 原本在去年的11月 台灣跟美國 台美科技合作會議 要去台灣召開 但是那個時候美國 等於辦 其中選舉 所以後來就 暫緩了 國科會主委吳正宗 今天說 好消息 消美前打拼了 已經把好消息帶回來了 台美科技合作會議 今年5月就舉行了 美國會派 國務院 白宮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美國國家標準及技術研究院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 的官員參加 不要小看 這種東西就叫做 國家的實力 你如果沒有科技 人家什麼都沒有開火 台美科技合作會議 這個都是 讓台灣更加的強大 的這個重要的活動 其實一個國家的經濟很強大 這就是國力 不只是軍事 科技很強大 這也是國力 不一定是軍事 譬如說好萊塢是不是國力 是 第一 它很強大的商業收入 第二 可以宣傳美國的文化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多都 去給它影響 那麼像中國這麼大 它就沒有好萊塢 反而 我覺得現在韓國還蠻厲害的 這個是文化的力量 台灣可以多多的投資 好 好 那麼 另外是蕭美琴說 美國眾議院的所謂中國委員會 叫做 這個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現在很多的委員 決定要訪問台灣 為什麼 把中國傳達說 他們要挺台灣 強力的挺台灣 第二 他們可能會在台灣開聽證會 這多重要啊 好 那麼 你覺得聽過 過去美國的國會 在台灣開聽證會 好 那 這個 中國 國民黨 派了夏立言 在中國 跟宋濤 中國國內辦主任宋濤見面 然後呢 這個還有跟這個王滬寧見面 王滬寧啊 跟夏立言 一起說 他們呢 反對台獨 堅持九二共識 我跟大家講 這是你欺騙台灣人 我說的是中國國民黨真不應該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是做嘉禮而已 就是個傀儡 那條山蟲在人家 為什麼 請問 因為邱泰山曾經大約在一年前問中國 中華民國是台獨嗎 結果那時候 朱鳳蓮出來說 當然啊 那是台獨 那是兩國論啊 既然中华民国是台独 那王沪宁在夏立言面前 就讲你在搞台独 然后夏立言不是自己 打自己的嘴巴吗 自己反自己吗 所以有没有中华民国的空间 没有 那夏立言去 有没有讲中华民国 没有 这就是说实在 台湾人说怎么小孩 不敢说 结果反台独你骗台湾人 你在中华民国也是台独 今天没你存在的空间 这就像南唐李浩族说 我什么都配合你照顿印 你叫我宣布什么人我就给你配合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 你最后要消灭我 这个 这个 赵匡运说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憨碎 我旁边 够他让你这样看得更更求 所以呢 这个 国民党 可是国民党的目的是什么 国民党的目的就是配合共产党 然后呢 下架民进党 让民进党 在台湾没有这些 让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一步一步的推进统一的进程 这很重要的 这很重要的 夏立言你有去讲个表吗 你敢讲吗 结果呢 一共九二共事就是什么 就是一中原则 一中原则是什么 就是 世界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中原则 你说 你说你去那里表达台湾最上色的名义 我问你你有表达吗 没有吗 为什么 阿公的今天又派建计来了 又派建计来了 台湾最新的名义就是什么 就是讨厌他这样搞 你哪有讲啊 所以啊 我说这个 台湾人要看清楚 阿公的 很厉害的 谎言讲一百次 那就是真的啦 阿公的去跟全世界说什么 你知道吗 说啊 世界上有一百八十几个国家 都承认一中原则啦 但是 这个事情马上被打脸 被谁打脸呢 被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叫庄家颖 他同时也是 卡内基国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 他说啊 他就好好去研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发现 承认一中原则的 只有五十一个国家 记住哦 不是一百八十几个哦 只有五十一个国家 好 那他的研究结论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 这样的国家总共有九类 第二类国家 叫做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 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 认知到 中国主张 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有九个国家 认知到 有啦 你说的我有听到 我了解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叫认知到 我没有信任哦 我是跟你说 你说的我有听到 第三类国家 叫做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 中国 唯一合法政府 而且 注意到 中国主张台湾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有十六个国家 注意到 你说的 我有注意到 接下来 第四类国家 叫做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中国 唯一合法政府 而且 了解与尊重 中国主张 台湾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有四个国家 有啦 我尊重你这样说 但是我没有 同意哦 也没有信任哦 第五类国家 叫做 尊重 而且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台湾的立场 这全世界 只有一个国家 叫俄罗斯 所以 不知道 我们俄罗斯 可以说是敌对 第六类 是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 中国 唯一 合法政府 合法政府 尊重 中国 主张 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尊重你 这样主张 但我没有承认哦 也没有同意哦 我尊重而已哦 这个是 荷兰跟南韩 这两个国家 第七类 第七类国家是 美国 美国怎么写 美国写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 中国 中国 唯一 合法政府 而且 认知到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 中国的立场 好 我 听到了 那是你的立场 好 但我没有承认哦 也没有同意哦 好 第八类国家叫做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 中国 唯一 合法政府 但 没有清楚提到 台湾主权的 这样有41个国家 好 我相信你是 中国唯一的 但是台湾 我没说 好 第九类国家 就是 既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 唯一合法政府 也没有提到台湾 这样有 27个国家 最后一个国家 最后一类 叫做 承认中华民国 就承认我们是邦交国的 这有14个国家 好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承认一中原则的 有51国 有一百三十几个国家 都没有承认一中原则 这个才重要 所以 没有承认一中原则 有一百三十几个国家的意思 就是阿公的 八十 阿公的 你给大家洗脑 好 很多人 都说 哦 是这样所有国家 都承认一中原则 没有 有130个国家 都没有生人 那意思就是 我听到了 我尊重你 你这样说 我有听到 但是我不承认 我也没有同意 那这表示什么 表示台湾未来的外交空间 还很大 既然他们没有承认 既然他们没有同意 我们就可以经营 不是吗 虽然很困难 我们也要做 这就是台湾未来 重要的国际空间 好 那 这个 所以 这边 夏立元 去见宋涛 那 学者赵春山 他说 宋涛有告诉 国民党 说也欢迎 绿营人士来访问中国 民进党 回答是 民进党一向就鼓励 健康而有序的两岸交流 我们没有反对 只要你愿意尊重 我们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 我们也欢迎你来走走 了解台湾的民意跟善意 只要两边是和平的 两边是对等的 两边是民主的 两边是对话的 我们都可以 哎呦 阿公的那位那大位 我们什么人要怎么做 对 如果你们要把我们吞 要把我们吞下去 要把我们吞大 我们怎么会 对你这么感冒呢 好 那么 其他相关重要的新闻 等一下 再继续跟大家报告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播剧全世界 我是郑鸿宜 来 土耳其的地震 那么在2月6号的凌晨 到现在已经是2月13号了 好 那么超过一礼拜了 那到现在已经知道 包括土耳其包括叙利亚 两个国家这一次的地震 已经33,179个人上升 这个土耳其政府 今天下令逮捕113个建商 过来说这些 去家去到这样 头刚减料到这个程度 说起来 土耳其政府自己 怎样有评认了 你1999年 发生那些严重 希望17,000人的跌当 你收了1400亿的地震税 但是说起来 你有什么样的 制定什么好的政策 然后严格的去监督这些建商呢 所以一个国家 很强大的监督力量 也是重要的 那今天发生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国的媒体 在土耳其 竟然去买收灾民 然后呢 要这些灾民啊 讲 抱怨他们的政府 救灾太慢啦 这个 很糟糕啦 然后呢 要他们称赞 中国北京的救援队 对他们有多好 大家猜 这些灾民有接受吗 这些灾民啊 有的时间臭骂一顿 叫他滚 甚至有记者 被人家围殴 活该 那这样的影片 这个已经传出去 而且有一百多万人看了 那这个人家 已经转传到 脸书啦 转传到推特啦 YouTube都有啊 那说实在阿公的是 建小事 他有这种 这么无耻的人 利用人家的灾难 一点点的钱 就要跟他们买收 来买他们自己的政府 来厄罗中国政府 所以啊 如果你 而且啊 这样的记者还不止一个 很多个 所以你没感觉说 阿公的就只能做参团而已 这如果回到他们中国部 大家就相信他们的政府很好 这如果拿出外面看 大家以为中国真的有那么好 土耳其真的那么烂 所以 我相信啊 这土耳其的总统 土耳其的政府 应该也会看到 怎么有一个国家这么恶劣啊 啊 那对这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阿公的新闻会看你吗 好 是不是 整个隆重是假 好 好 那 这简直是没有人性啊 好 那我们的救援队 十二号 已经 从 土耳其 结束整个救援 那么在今天啊 已经到伊斯坦堡 十五号 就会回到桃园机场了 好 我们感谢他们的付出了 好 开始很辛苦 那我们官的物资 哇 也是 这个 源源不绝啊 所以土耳其在台湾的这个办事处啊 说他们实在有点感动 又要靠出来了 台湾人哪里这么有爱心 那些物资已经有够了 不用再收了 我们民间关的钱 我相信啊 应该也超过台币有三亿 好 那么啊 另外呢 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他接受了日经亚洲的专访 他说啊 菲律宾跟台湾的地理位置很近 所以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他很难想象菲律宾不会被卷入 意思是说什么 菲律宾一定就能够在一起 他说跟美国、日本强化关系 并不是针对中国 因为菲律宾的外交政策主张和平 未来的决策将是 是不是对菲律宾有帮助 说起来 这个是中国听的 中国没给你认识的 你有跟他推人 不用说那些 他意思是说台海发生 阿京要打台湾 菲律宾一定会够在一起 拜托一下 中国你不能给他捂会 我是不得意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小马可氏说 从他的家乡 菲律宾北部 北一罗哥省 坐飞机 只需要40分钟 就可以到达高雄市 他感觉菲律宾 像是在前线一样 假如台海有事 菲律宾的第一要务 就是要确保 在台湾15万 菲律宾公民的安危 你知道菲律宾在台湾 有这个 庸人或者是看护 或者是工人 他说 至于菲律宾 菲律宾要不要也采取 军事回应 他说要看 到时 事情 怎么演变 好 不过 菲律宾一定是要帮忙的 为什么 如果 你的南海 美国会帮你帮忙吗 南海不就在你旁边吗 你 大家要挤外交 你真的有事 没人会帮你帮忙吗 这个 又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 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 这个 说美国跟巴布亚 牛几内亚 已经签署了 国防合作协议 达成了重大进展 那么两边 可以发展更紧密的 军事关系了 那为什么要签这个 报道说 这是因为 中国对台湾有并吞的企图 而且 北京声称拥有 南海 大部分的水域跟主权 大家都很怀疑 所以呢 他说 美国跟巴布亚 牛几内亚 签的这个协议 就是在这个氛围下展开的 将会越糟糕 他碰到的阻力就越多 连巴布亚 牛几内亚都进来了 好 那么 这个美国 在2月4号 打下了一个 气球 现在呢 已经连续打下 四个都 四次了 打去打一个 不明飞行物 已经打了四次了 2月4号一次 2月10号一次 2月11一次 2月12一次 有时候派F-16 有时候派F-22 那最新的一次是 这个 也在加拿大的边界 叫做修伦湖 击落了一个 八角形的 结构的飞行物体 他没有讲说 这是什么 不过 美国 要把它击落 标记上 标记对美国的 国家安全有影响 那你会觉得说 怎么忽然之间 好像在 美国领空 飞的东西 特别多 因为 美国的 这个 北方司令 有说 说因为他们把 这个 那个雷达的 参数 把它扩大了 也就是说 他本来可能 只能侦测 这么大的物体 他现在把它 缩小到 连比较小的物体 也能侦测到 侦测到 发现 这有问题 现在打四颗了 最差别的是 阿公的 今天也说 我们也有 我在山东城 发现一颗 可能也要打下去 阿公的 说的话 听一听就好了 我的爸爸 那不是你们 放的 现在你说 你们也有 好 你们有 没有你打给我看 你要像美国 这样 把录影下来 证明你有能力 把它打下来 第二 证明那个高空 高度有多高 第三个 你告诉我们 你派什么战机去 第四个 你要全程录影 全世界 有没有 自己打个 自己打一个 气球 自己去拔下来 没有 他就是要演戏给全世界看 说你看你们有什么 什麼間諜氣球我們也有了 我們也是被入侵的了 我們也是被侵犯的了 哎呦 阿共有夠嫁啦 不然你那顆氣球不然你把什麼 Made in USA 讓全世界看看 他這就是要創作一個小美本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麼 這個 這個土耳其的那個地震 說大概會 最高的死亡大概會是5萬人 5萬人 不然我告訴你 接下來的重建才嚴重 一定要花很多錢 那麼 我們有一個海軍前司令叫陳永康 因為美國 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叫瑞特納 所謂的助理部長的意思就是 大概等同台灣的司長 司長 那美國的 你知道美國的司長很大嘛 而且他主管亞太事務 你就知道說他多大尾了 那這個是瑞特納曾經講過 最近講說2030年以前阿共都不會打台灣 我比較相信這種話 那我們的海軍前司令叫陳永康 他說如果以各種圖像去驗證 中共武力犯台的風險 不如現在各界所想像的高 外面這樣說到有一個大 他說沒有那麼嚴重 他說如果以國際航線圖 對照去年八月圍台軍演來看 上海洋三港 寧波的周三港 恐怕就要停擺囉 他說南海國家日本韓國都會被捡進去的啦 記住喔 日本韓國他說南海國家都會被捡進去 所以福利賓會被捡進去嗎 所以福利賓會被捡進去嗎 外南會被捡進去嗎 那都南海國家嘛 印尼會不會 所以剛剛有講到一個國家叫巴布亞 牛幾內亞 也會被捡進去 他說 他說 這個航線誰都不能承擔中斷的風險 這我剛才說的嘛 你南海變成中國的海 台灣海夾變成中國的 我問你 日本旬怎麼過 當然你的國家怎麼過 他說戰爭的風險 可以用圖像呈現 不要只憑大家的想像 好 那麼另外呢 我看到這個中國這個王滬寧 我說這個王滬寧 說叫做三朝的這個元老 這王滬寧 他真有頭腦 他就是江澤民、胡錦濤、現在習近平 據說是他的滾輸 那這一次夏立元 跑去中國見王滬寧 因為這個王滬寧是 一國兩制 台灣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總設計師 這個人是要把台灣聽這麼老百 國民黨還派一個副主席去跟他拍拍做 去聽他聽訊 你就知道說 國民黨多不大 多不路容 台灣怎麼可以交給他 那這個王滬寧呢 他跟國民黨說 要落實好台灣農漁民的建議 這是他講這句話要怎麼把他戳出來 怎麼說要怎麼把他戳出來 拜託的呢 台灣的社區 台灣的王來 台灣的農產品 幹嘛 就是你沒有 沒有預警什麼 沒有什麼理由 你就把他停掉了 到現在沒有開 說什麼我們的王來 我們的社區有高薪 台灣人不是吃到這樣吃到冰過 好吃到要害 高薪那是假的 你就是要修理台灣南部 這些 支持民進黨的農業線 看這些農民會翻 隨時民進黨更快會去找市場 開發什麼 開發日本市場 開發韓國市場 開發東南亞 開發美國市場 什麼叫落實好台灣農漁民的建議 台灣農漁民都不用跟你建議什麼 你就開放市場 讓我們好東西過 你不用給我們修理 什麼叫落實好台灣農漁民的建議 說實在 阿強的說謊不需要打草稿 毛澤東的名言 謊話只要講一萬遍就會變真的 很誇張的 很誇張的 十億人 九億在騙 一億在訓練 王滬寧 所以呢 我想 他們現在就是和 中國國民黨 兩邊在高見 希望大家 一定要這個 看清楚 和那個什麼 星雲來 星雲貴星 他也是去派什麼統戰部的人要來 我們就有一個正常的管道 好讓他先穿 他就有 他就要和光山搖牆 他就混雜在裡面 他那些什麼宗教局前局長 那些是全世界 那些什麼 譴責 而且制裁的人 他也是要夾帶 我們現在就需要統戰的人來 好 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